关小火一点啊 这样关小火很危险的 你不知道吗 家长们 燃气罩操作不当 一不小心要了命 这三条保命小技巧一定要知道 并且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一 炒菜想调小火的时候 要逆时针的方向铃 大部分的燃气罩 左边是大火 下面是小火 上面是关闭 很多人习惯往关闭的方向调小火 这会导致周围一直有燃气泄露出来 很容易使雷气罩爆燃 特别危险 二 若多次点火都没有成功 千万别再尝试 正确的做法先是打开窗通风 等上面的气团消失之后 再拿出火帽 用铁丝把堵塞物清理干净 再尝试 三 煤气罩出现发黄的火苗 这次燃气燃烧不充分 很容易医药化碳中毒 甚至可能爆炸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要在炉具底部 调到两个波片 首先调成小火 拨动波片 将小圈调到燃火状态 再开大火 拨动另一个波片 直到大圈变成蓝色即可 随着秋冬季节的到来 使用炎气罩石 千万要小心 保持室内通通也很重要